中研院在日前是推出了类似于ChatGPT的繁体中文语言模型CKIP 结果网友实测之后是发现他使用到中国建制的资料库 9号紧急下架 中研院长廖俊志在今天前往立法院备群的时候就表示 这研究员求快心切 想使用新的技术来导入到明清时期的相关研究 这并非是最原始的研究本意 未来会成立生成是AI的风险研究小组 而提供研究人员指引 点开中研院所推出的繁体中文大型语言模型CKIP 范例中显示可以了解22K是什么 还可以写出各种的文案 但网友实测却出现这些情况 询问国家国花和国歌全部都是中国资讯 等于模型使用到的是中国资料库引发热议 该语言模型9号紧急下架 不过中研院长廖俊志 12号到立法院备询 投给立委同样关切议题 我国最高领导人他回答是习近平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的国籍是中国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离谱的一个状况 一名研究人员因为他求快心切 他把尚未完全测试完毕的软体 以这个开源的精神上网 请大家一同测试 但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学到很多正面的教训 中研院说明 这研究员执行朗上计划 想要把新的生成是AI 带进明清的历史相关研究 又求快心切所导致 但开发AI语言模型 并非是研究员的本意 也没有想到资料库背后的价值观 也被纳入裁判下疏忽 生成是AI风险的研究小组吗 是 征求相关人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人自己组成 但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我们会尽快进行 未来在推动这个 确定GPT的研究 我们还会持续的使用中国的资料集吗 事件发生之后 中研院规划成立生成是AI风险研究小组 要深入的研究AI对于社会的冲击 并提供研究人员三观指引 记者曹燕俊 邱福财台北报导